观众朋友 一幅山水画要表现很多内容 我们要把这些素食 房屋这些东西安排妥单 就牵涉到一个经营位置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构图 而影响构图的因素很多 我首先强调一点 我们要把这些素食 要注意取势 也就是说 要把自然界里面形成的一种规律 反映到我们画面上来 形成一种统一的 有主观意识的一种经营安排 下面我来画一幅芦苇 要表现芦苇这样一种植物 我现在从大处找眼 落笔的时候要大胆 是 是 往往是一种内在规律 在我们心中引起的一种感觉 无论是动态也好还是静态也好 事物本身它都是有联系的 那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呢 要从构图出发 着意把一种事态表现出来 抓住这种特征呢 我们在画面上呢 就会做到有规律而不乱 一张画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律 就会显得非常散乱 我现在呢 这幅画里面是着重 画几根茹苇草 让它形成一种动感 这是叶子 画叶子呢 就要注意梳米变化 更要注意它这样一种 大的一种趋势 现在呢 再画 再表现出这样一种 试探 这个时候啊 随着你笔墨的张开呢 很多问题就出来了 但是首先要从构图出发 先把主要的东西安排妥当 一幅画构图巧不巧 对我们作品意境的表现 是至关重要的 而构图好了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要放开一些 在表现起来呢 你要注意到一些具体的 一些形象 构图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一些均衡关系 现在呢 这张画这边好像显得重一些 那么我们来调整 观众朋友 您看这张画呢 现在我抓住了这种式 那么画面相对来讲比较统一 但是呢 在画面上 由于这边东西多 它显得分量重一些 有时候啊 我们这张画呢 还要考虑到一个均衡的问题 就是说画面相对要保持一定的平稳 我现在在这个右上方 添两只飞燕 我用的是淡墨 加一点花青 来表现 飞燕就很概括的一种 身材 点上两个墨碟 这个时候呢 形态还没有出来 紧接着 我用胶墨 注意 在画的时候 画面形象很小 一定要很概括 这是所谓点睛的东西 好 大的形态有了 我再用一点红颜色来提神 比如说用一点点朱砂 很小很小的点一下 两只腿 现在这幅画 从整体来说呢 左边显得丰富 重一些 右边显得空旷 由于两只飞燕 在上面一点缀呢 使得空旷的画面上 具有了特定的内容 现在啊 为了画面效果 我再用褶石画清呢 来渲染一下 芦苇的这个碎呢 我用褶石 再加一点染 在点的过程中 用笔要轻松 饰料呢 要保持在 一个统一的状态之下 由于颜色的出现呢 使得整个画面更加协调 这种协调 如果从试来讲 它也更加归胜到一种规律上去 让画的这个动态呢 更加集中 然后画面的效果气氛呢 比刚才会更生动一些 当然这里面还是以墨为主 观众朋友 为了说清楚 跟我投入曲式的问题 我现在再来画一组三十 你看 我落笔的时候 首先也是抓住了一种事态 大触着眼 然后呢 随着笔墨生发 这个时候 主要呢 要从构图出发 但构图里面呢 往往这种事态非常重要 比如说构图里面有很多形式 S型啊 三角形啊 对称啊 等等 不管怎么样 我想气脉相连 在构图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让人感觉 三十也好 具体的数也好 让人感觉呢 里面的气脉是贯通的 我现在整个画面上 是表达了一种联系 好 我再加上一点数 这是一张泼墨山水 虽然画面东西比较少 但是呢 它由于这个事态来讲 集中在这么一种 这个变化之中 应该说景相对比较集中 那么无论是小品 还是大幅的创作 我们只要精心安排 对画面的东西 做到巧妙的构图 就会使得作品 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 那么这段话呢 从泼墨来讲 我们还可以逐渐地再来收拾它 但是首先在构图位置上 我反映了这样一种 一种这个开合关系 观众朋友 构图 往往在创作的时候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一个总体的安排 我们要把所表现的想法 事先有个想法 事先有个安排 那么首先你考虑到了 去世的问题 就使得你有表现的很多内容 它能够一致地在画面上 有规律性的反映出来 这一点 构图巧不巧 还需要从很多方面来下功夫 欢迎你把作业寄来 我们来探讨构图方面 还有些什么规律 好的